1999年,广东一场声势浩大的婚礼吸引了全国民众的视线 而这场婚礼的主角则是广东富豪 爱多集团的董事长胡志彪和他的秘书 为了能够娶到这位美女秘书 胡志彪安排了18辆连排的奔驰轿车 其他的大场面更是字不必说 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场婚礼 如今已经过了20年 当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胡志彪如今怎么样了呢 对于胡志彪为美人豪至千金的行为你支持吗 如果你觉得支持 请在评论区打上我支持或者不支持三个字 虽说胡志彪是广东省有名的富豪 但他并不是一出生就是人生赢家 胡志彪的家庭只是广东省一户十分普通的人家 父母与大多数人一样 只是泯然于众人的一对农民 更加没有什么文化 上学期间 胡志彪也和一般的穷苦子弟并不相同 他的成绩不算好 甚至连中考这一关都没能过 深知自己在学习这一方面没有天赋 胡志彪在初中毕业之后 就放弃了继续读书的念头 开始远走他乡在外打拼 没有什么文凭的胡志彪 只能跟着家电维修师傅 学习维修手艺 好在虽然胡志彪成绩不理想 但是他的脑子还是很灵活的 这一点在他学手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管师父教什么 胡志彪总是一点就透 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从师父那学成之后 胡志彪就一直以维修家电糊口 但当时家电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 再加上质量 普遍都比较好 胡志彪很少有生意可做 这使得他平时都很清闲 也就有时间去看最喜欢的 松下心之著的自传 看着书中松下的传奇经历 胡志彪心中充满了向往 他无数次在睡梦中梦到自己成为了中国版的松下 没想到这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竟然会在未来成了真 有一次 胡志彪在一个大排档吃饭 他偶然听到隔壁桌的客人在讨论VCD 这个话题一下子就吸引了胡志彪的全部注意力 要知道 当时中国很多家庭使用的还是LD播放器 VCD与之相比 不仅价格要便宜很多 而且体型也更小 更为重要的是 VCD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发展开来 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 头脑灵活的胡志彪意识到 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 回到家以后 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 仔细研究了一下VCD行业 最后的结果让他惊喜不已 于是 胡志彪当即就赶往了香港进行实地考察 准备开始他的创业之旅 对于一个没有学历也没有资金的年轻人来说 创业是何其的艰难 好在父亲是全力支持胡志彪这一想法的 为了能够帮助儿子 父亲甚至卖掉了家里的房子 把所有的钱全部都给了胡志彪 作为他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虽然父亲已经拿出了家里所有的钱 但这还是不够 于是胡志彪便找到了自己的发小陈天南 在与陈天南达成合作关系之后 两个人一起建造了厂房 终于迈出了携手创业的第一步 1995年7月份 由胡志彪和陈天南共同打造的公司 在广东成立了 从张学友的歌曲中得到灵感 胡志彪把公司的名字定为了爱多 不得不说 胡志彪确实很有商业头脑 当时数字媒体在中国才刚刚发展起来 VCD这一行业也才处于发展初期 正确的创业选择注定了他日后的成功 在那个年代 VCD的利润是很高的 一个VCD的利润就能够高达七八百元 这相当于当时普通员工一个月的工资了 因此 很多经销商都很乐意推销这款产品 当时经销商们拿货基本上都是货到付款 但胡志彪却要求先付款再给货 为了让经销商们放心 胡志彪直接把大头利润都给了经销商 自己只拿小部分利润 虽然胡志彪提出的要求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 但考虑到丰厚的利润 还是有不少经销商在胡志彪那里拿货 通过这种方式 胡志彪在一件货都没有发出的情况下 就已经拿到了两千多万元的款项 胡志彪深知为了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就一定要打广告 他把款项中的一部分钱专门拿出来 砸给了阳城晚报 让爱多这个公司名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待了整整三天 在吊足了人们的胃口之后 胡志彪才正式推出了爱多VCD的详细介绍 经过这番成功的营销手段 爱多VCD横空出世 瞬间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 如今的很多悬念广告几乎都是由此而来的 在胡志彪的一番操作之下 爱多VCD在全国爆卖 经销商和胡志彪两方都赚得盆满钵满 经过几年的发展 胡志彪于1996年开始进军上海 然而随着VCD在中国的普及 很多生产VCD的厂家也纷纷冒了出来 对胡志彪来说 与这些厂家拉开距离 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就在胡志彪焦头烂额的时候 电视广告却给了他又一个灵感 胡志彪先是花费450多万找到成龙 希望他能够代言爱多VCD 之后更是吃了上百万的资金 将广告投放到央视 让全国上下的百姓都能够看到爱多VCD的广告 就这样爱多VCD的知名度迅速上升 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都跑过来跟胡志彪谈合作 尽管胡志彪要求每一个经销商都必须缴纳300万元以上的保证金 还是有大批的经销商主动想与爱多合作 胡志彪在短时间之内就收到了高达两亿多元的集资 此时的爱多可谓是如日中天 在VCD领域无人能出其右 在爱多和胡志彪风光无限的同时 同时在广东东莞的段永平也对这个行业虎视眈眈 并且向市面上推出了步步高VCD 与爱多相似的是段永平也请了一位功夫明星做代言人 就是我们熟知的李连杰 从这儿我们不难看出段永平一直将胡志彪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也一直在努力超越胡志彪 1997年新闻联播结束后的五秒广告时间 成为了段永平和胡志彪共同争夺的一个项目 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 哪怕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也是非常昂贵的 第一声叫价就高达1.8亿元 而这场招标会则成了胡志彪和段永平两个人的战场 最终胡志彪以2.1亿元的价格拿下了这段广告时间 央视带来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爱多VCD的销售额从2亿直接飙升到了16亿 此时的胡志彪已经功成名就 但谁都无法想象 这时的他才仅仅27岁 胡志彪的成功与时代的东风脱不开关系 但他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 就将公司经营到如此庞大的地步 与胡志彪本身的商业头脑也息息相关 哪怕到现在 胡志彪也绝对是中国电气发展史上一个耀眼的奇迹 事业有成之后 胡志彪迎来了人生大事 1999年 胡志彪与自己的美女秘书修成正果 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婚礼当天 胡志彪安排了18辆连号的奔驰汽车作为婚车 婚礼现场更是点燃了138万响礼炮 现场的一千多名嘉宾也都是政商界的有名人物 除了事业上的成功 这场隆重的婚礼 也绝对是人们对胡志彪印象最深刻的一点了 此时的胡志彪事业有成 又有娇妻在侧 是令众人羡慕的对象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电气大亨 居然会在短短的时间内一败涂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随着VCD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块市场上争夺 就连国企也涉足了这一领域 为了能抢夺更多的市场份额 胡志彪与国企星科打起了价格战 这种为了争夺市场而打的价格战 在商场上是屡见不鲜的 为了打压国企星科 胡志彪直接将爱多VCD的价格降到了一千元一台 除此以外 还附赠加电扇剃须刀等物品 光是赠品的价格就已经高达700元 很明显胡志彪是铁了心 就算赔本也要压过国企星科 虽然爱多的销量因此疯涨 但由于是亏本买卖 对公司反而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这场价格战打完之后 爱多直接损失了1.5亿元 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公司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 资金流也随之出现了问题 为了解决公司不断出现的状况 胡志彪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结婚之前 公司的资金会胡志彪和创业伙伴陈天南共同管理 但在结婚之后 财政大权就交给了妻子 在旗下一些子公司的股权上 也完全没有陈天南的份 不仅如此 胡志彪竟然还背着陈天南偷偷的转移公司的资产 意识到自己遭遇了发小的背叛 陈天南十分的气愤 当即就在阳城晚报发表了一则公司的股东声明 胡志彪私下做的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也都被摆到了台面之上 之前各大经销商因为信任胡志彪 才会缴纳高额的保证金 现如今看到了这一消息 也都纷纷上门去讨要保证金 但胡志彪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钱 那些保证金早已经被他挪用 爱多一夜之间崩溃 珠海法院也查封了办公大楼 在后续的财产清查中 人们才知道 原来爱多所有的资产加起来都已经不足三亿了 负债却高达了四亿多元 很快爱多就正式宣布破产 胡志彪也因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沦为了阶下囚 被法院判处了二十年有期徒刑 之后又将其改判为八年有期徒刑 自此曾经一个商业传奇浪当入狱 告别了他的传奇人生 这件事情在当时也令全国上下的人们唏嘘不已 出狱之后 胡志彪仍想东山再起 奈何连续两次创业却都已失败告终 如今的胡志彪正在经营一家管理咨询机构 为那些梦想创业的人提供咨询服务 其实胡志彪之所以会那么快失败 也是有迹可循的 在公司财务这一方面 他完全不关心 也并不清楚 这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大忌 不管怎样 胡志彪能够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家穷小子 成为电气大亨 对许多人来说也有足够的借鉴意义 只希望他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从前的错误 过好以后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你觉得胡志彪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